下面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使用单词,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第一个单词,of machen,可分动词,表示开或者是开设,那么这个词呢,是集物动词,直接加第四格就可以了,看下面的例句。 最近我们这条街上开了一家西班牙餐馆,这里边呢,这个开指的就是开设,开设一家店,一个商铺,一个机构,我们就可以用of machen这个动词,那么最近这个表述可以用for quater,或者是quelslich,我们这条街上in Windsorstraße,那么一个西班牙餐馆,西班牙Spanish, 所以这句话就可以说成for quater,最近hat in Windsorstraße,在我们的这个街道上, ein Spanisches Restaurant,一家西班牙的餐馆,Spanish形容词做定语,修饰Restaurant,后面词为以AS结尾,Spanisches Restaurant,最后动词auf gemacht,auf machen,可分,二分词,GA插在前注跟跟动词之间,auf gemacht, 好,下一句,您能开下窗户吗?开窗户,这个取得是第一个含义,打开,那么auf machen,窗户,Faster, das Faster,auf machen,那么您能开一下吗?加情态动词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单词,第二个单词,教育,培养,即五动词,直接加第四格,比如说教育一个孩子, I'm kind at you,好,那我们看下面这句话,对于人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存在不同的观点, 那么观点,看法,meinung,复述,meinungen,形容词不同的,winter shitlich, 做定语修饰名词,这里边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用到复述形式,就是winter shitlich meinungen, 那么存在有,我们可以用eskip这个句型,那么前面的,对于人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那么这个怎样教育孩子,需要用到一个重句,用we来引导,怎么怎样, we, man, and kind,或者是die kinder,代数,复述都行, er sie en so,好,那么整个这句话呢,可以把组句放在前面来说, es gibt viele winter shitlich meinungen,有不同的观点,看法, we, man kinder, er sie en so,人们怎样去教养孩子, 好,那么er sie en,它的名词形式就是de er sie en, de er sie en,也是教育教养的意思,那么教育非常重要, de er sie en is the very wichtig,孩子的教育可以用第二格, er sie en des kinders,des kinders,第二格,来修饰er sie en,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vermissan,动词,意思是思念或者是惦念, 同样也是集物动词,直接加第二,呃,直接加第四格, 我想你,可以说成, ich vermisse dich, 那我非常想你的话,可以加一个副词 sehr, ich vermisse dich sehr,啊,我们看例子,第一个, 我特别想我的朋友们,朋友们,复述形式,朋友,单数,freund, 复述,freund,尤其特别,我们可以用之前学过的副词, besonders,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ich vermisse besonders meine Freunde, ich vermisse besonders meine Freunde, 好,下一句,我们现在就已经想你了, 还没有告别,那么现在呢,就已经想你了, 现在我们可以用 jetzt的,或者是 nun, 那么已经 schon,想你了, dich vermisse,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wir vermisse dich jetzt schon,或者是 nun schon, 现在就已经想你了, 好,下一个词, klappen,klappen,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词, 表示成功或者是顺利, 比如说这句,希望顺利得到这个新的岗位, 岗位我们说可以用stehler这个词, 那么新的岗位就是neuerstehler, 那么希望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副词hoffendlich,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表述成, hoffendlich,klappte es mit dir neuen stehler, es klappte就表示这成功了, 那么什么成功加借词mit, mit dir neuen stehler, 好,我们看下一句, 下一句,考试一切都顺利吗, 一切顺利一切可以用alus这个不定代词, 那么顺利就可以用我们学到的这个klappen这个动词, 那么考试表示的是在考试这个方面, 我们可以用到借词by,by dir prifung,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hat alus,by dir prifung,glappte, 在考试的过程中, 一切都顺利吗,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呢,是一个关联词词组, antvide,order, 不是,就是,或者,或者, 那么这两个词呢,都是连词, 在句中呢,是不需要站位的, 也就是说,后面不能直接加动词, 而应该还是加正语序的这个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你或者写邮件,或者打电话, 那么这里边连接的是并列的两个动作, 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 写邮件我们可以用词组, eine e-mail schreiben, 也可以直接用动词, mailen, 那么打电话呢, 我们可以用schreiben, 也可以用enrufen,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antvide放在最前面, antvide du melst, oder du hufst an, 好,看一下, antvide du melst, oder du hufst an, 好,再来一句, 你或者赢,或者是输, 那么赢和输需要两个动词, 赢的话呢, 就是gewinnen, 输呢, verlieren, 那么你做主意的时候, gewinst, 那么这句话就很简单了, antvide du gewinst, oder du fervist, 好, antvide du gewinst, oder du fervist,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 可分动词, 表示的是能忍受住, 或者是维持, 忍耐, 那么这句话, 我不能忍受这种压力, 压力我们学过, sdreis, 那么这种压力可以特指, 不能加情态动词, 那么我不能忍受, 那么我不能忍受这种压力, 就可以说成, 那么这个是 当忍受忍耐的意思, 那么它还有维持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例句, 什么能维持一段关系, 关系, beziehung, 什么能维持一段关系, was, 提问, was kann eine Beziehung ausstarten, 直接ausstarten加编语, was kann eine Beziehung ausstarten, 好, 最后一个词, 是一个形容词, aufmerksam, 表示的是注意的, 或者是专心的, 可以构成主系表结构, 这个学生总是很专心, 学生, 如果是大学生, 我们可以用student, 如果是中小学生的话, 我们可以用schüler, 总是频度复词, 可以用immer, 那么很专心, 就是我们上面的形容词, aufmerksam,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their schüler is immer the offmerksam, 那么这个词, 它的名词形式呢, 是aufmerksamkeit, 这个词非常的长, 大家注意词中音, 一定要落在最前面, 那么它呢, 就表示的是注意力, 那么藏用的一个表达, feeling dank, feeling dank, feeling dank, ofmerksamkeit, 这也是我每页PPT打上的这个, 这也是我每页的最后的一张PPT打上去的内容, 就是感谢您的这个注意力, 也就是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或者是收听, feeling dank, feeling dank, ofmerksamkeit, 好, 这些呢, 就是我们本单元的重点词汇, 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 第一个词, ofmerksamkeit意思是, 打开或者是开设, 打开窗户, 打开门, 或者开设一家商店, 开设一个机构, 下一个, eltsien即物动词, 表示教养, 培育, 教育, 那么unkneteeltsien, 教育一个孩子, 好, 下一个, feeling dank, 表示想念, 或者是思念, 我想你, ish vermisse dich, 还是即物动词, 直接加第四格, 好, 下一个词, klappen, 表示顺利, 那么esklappte, 这个事情非常的顺利, 关联词组, antweder, order, 或者, 或者, 注意两个连词, 后面接正语续, ausharten, 表示忍受, 或者是维持, 维持一段关系, eine bethion, ausharten, 最后一个词, 形容词, 专心的, 专注的, of make them, 它的名词, of make them kite, 就是注意力的意思, 词汇这一部分的讲解, 我们就到这, 谢谢大家, Ad therapy, 谢谢大家, Saw stabilize, 感谢大家, 小 conta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